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是直播時間 我今天就來了 Sanzuku 新宿 就是這間Game Center 就進去看看 這間 建築 就是這個3月 它就會拆的 那就可以 參觀一下 因為3月開始就 就不做了 這裡有四層 第一層 看看 就是這個 夾公仔 今天人流都比較少 這間店 店鋪在3月中 就不做了 對 這樣就不做了 好 這裡就看 四層 連著 地樓 就是拍貼紙照 好 好 現在上去上面那層 看看 今天都比較少人 這層 都是夾公仔 對 因為今天我用了一個 有線的耳機 我想那些雜聲應該沒有那麼多 有些 現在這些就是 現在日本最流行的 雜聲 初音 今天都是比較少人 因為始終都還沒有 那個 緊急宣言都還沒有遇到 對 對 我想你把耳機拆開就會更清楚 還有一些雜音應該沒有那麼多 對 這裡也不太吵 因為 在這裡 打鼓機吧 那一層又不是很大的 好 再上去3樓看看 對 因為始終那個 判罪令都還未 還未完 就是那個緊急宣言 還未完 所以那些人都是比較少 好 這位就是Game Center 但是看到沒有什麼人玩 真是 Mario 賽車 你看真的 沒有人 跳舞機 因為我也不知道現在 香港那些遊戲機中心是怎樣的 這個Walking Dead 因為今天真的沒有人 有些人放了 那這裡的地方又不是算很大 但是我又有五層 計上地路 因為這裡有很多遊戲 我都沒有玩過 地震 我自己就比較少打的 就是遊戲機中心 打電話機吧 我都沒有玩過 所以我都不太清楚 那這個打電話機就比較多人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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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比較尊重 因為這裡 它現在都開了十二點的 開了十二點才三圍 再上一層 我想平時來講不是因為這個疫情 我想這裡晚上也有很多人 不可能現在更早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這裡就32年了 這裡很驚靜的心 對呀 而且種類也很齊 你記得遊戲這麼小嗎 這裡的人的保養是比較好的 一勒的全部是高達的 看到沒有人打 這間公司是3月21日 這間公司是3月21日 因為這間公司是整個建築 很厲害 3月21日 它的層也不是很大 不過剩下的機身和塞 現在是吸煙房 因為現在這裡就不在吃煙 現在是吸煙房 ig尼東 3月2日 3月1日 2日 這間公司是大約 這隻狀況很難看 那我先去Basement看看 這裏也挺齊全的 而且也挺舒服的 因為你進來後完全不覺得很焗、很臭 通風是做得非常好 好 那我走回去 Basement 那一層應該是拍貼紙照的 應該是拍照的 是啦 Photo sticker 現在不知香港有多不多 夾公仔真的比較少 是的 通常都是 不過也不是的 有很多很年輕的 都有很多很年輕的 有很多很年輕的 我這些真的不知道有沒有 香港不知道有沒有 是呀 你看一下 拍照真的沒有人來了 現在整層都沒有人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3月要關閉 因為這裡真的沒有人來 是的 都挺可惜 沒有了這間 現在的貼紙相機 現在的貼紙相機 真的很好 很漂亮 有很多很年輕的 有很多很年輕的 所以就沒有了這個地方 沒有了這個地方 那這些通常就是 這裏就是通常的年輕的 有很多很年輕的 例如放學時間 應該會有很多人來 現在就真的沒有了 完全沒有了 這些貼紙相機 我真的不知道 在香港有沒有呢 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你們知道嗎 現在真的 我想真的很少人 是在拍這些貼紙相機 但是日本也還有 我看到日本還有很多 學生都還不喜歡拍這些 而且現在是可以 你看到可以收拾相機 你看到旁邊有個機器 可以收拾相機 你拍完之後你自己可以收拾相機 收拾眼耳後鼻的全部都可以 所以都很專業 這些機器都很大座 你看到整部機器 很大座 加上有個給你收拾相機的屏幕 所以都 所以都 所以你看到現在 這裡晚上九點鐘 但是已經是沒有了 都真的挺差的 其實它雖然說是五層 但是你看到每一層 其實都是很小的 所以變了都 都不是 怎麼說呢 就是一眼看完 外面的建築就好像很大 但是進來就比較小 其實都可以 這裡沒有限制 你不可以吃東西的 你看到有機器可以買東西喝 所以變了這裡都可以 可以吃東西喝的 沒有限制的 暫時都可以 所以你看到現在很靜 基本上沒有聲音 所以你看到完全沒有責任 所以你看到現在 這座建築其實很小 不如我和大家再出去走一下 不如今天星期五 是因為這裡 其實看到這裡 就一眼看完了 整個建築 外面就好像很大 但是裡面就剛才都看完了 你看到有些卡拉OK 卡拉OK都關掉了 現在都不讓開 所以為什麼要關門呢 就是因為 你想想一下 只是給一個租 他們都 不要說請人 只是給一個租都維持 你看到 今天是星期五 星期五晚都沒有人 所以都很差 你看到今天街上很多人 因為始終都是星期五晚 但是你看到這些店舖都關掉了 吃東西的那些 因為八點後就要全部關掉 所以 除了這些店舖 買東西的店舖 可以開 還有這些遊戲機中心 可以開之外 其他都要關掉 你看到這座建築全部關掉 這座建築本身都是吃東西的 對呀 卡拉OK 卡拉OK都不可以開 你看到 這一區就是新宿西 新宿西出口 變成這一區 其實平時 weekend的時候很旺 像今天星期五晚 以前這裡 哇 整條街都是人 很多人 但是 自從這個 緊急狀態之後 然後就沒有了 變成現在全部都關掉了 可以走個圈看看 這裡 因為這個遊戲機中心 就是 剛才提醒了 基本上那些 你們有什麼想再看看遊戲機中心 你看到現在這些街道 全部都關掉 這裡本身很多酒吧 喝東西的居酒屋 全部都關掉 你看到現在 這些看到已經關掉了 沒有人 就算這些連鎖店 其實都不可以開 你見 吃完都要走 其實政府也不是限定的 不過是叫你自律 所以自律的話 基本上是你這些全部都關掉 除非有些 例如上樓的酒吧 可能他們就會開 但是你要熟日才能進去 普通人他們是不招呼的 這條街本身是 譬如今天星期五晚 是應該超多人 但是現在 你見到靜得好像 平時兩三點都應該超多人 對 那現在就變成沒有了 你看到很冷清 日本失業率高不高 現在暫時都不是很高 但是 未來應該會高 因為好像聽說 未來很多公司都會生業 或是倒閉 變成未來可能都會很多人失業 那暫時都不知道 還有要看一下這個緊急狀態到什麼時候 如果它繼續維持的話 那我想你看這些餐廳很多 我想都頂不上 所以都很慘 現在這裏的經濟都很差 DONKEY就應該有開 DONKEY有開 因為賣東西的那些店是可以開的 是吃糞便不能開的 吃糞便不能開的 吃糞便不能開的 那賣東西的那些店 譬如電器店 那些藥房 都還可以開的 你看到那裏有間電器店 它便可以開 連Starbucks也不能開 Starbucks也不能開 Starbucks也關了門 所以連Coffee Shop也不能開 都不能開 有些店鋪就索性不開 因為你人流都沒有 那如果開了的話 反而都沒有人客 開了反而還會虧本 所以有些都不開的 索性 尤其是做遊客生意那些 更加不會開的 你看到這間 賣遊戲機的也會開 這間是屬於電器 很有遊客機的 全部都是賣遊戲的那些 但是你見到開了的人流 都是不多的 你看到 所以變成你開來 都是 都是沒什麼用的 現在就賣模型Figure 全部都是一些 模型Figure 那你想想一下 日本還有一間店鋪 專門賣這些 這裡有幾層 這裡也有五層 多 這裡也有五層 什麼Figure 什麼Figure都有 這裡也有 要算很多 這裡 但是真的開了都沒有人走 你見到 這裡全部都是高達的 Star Wars也有 這間店都算很大 這些都算很大 龍珠 這些都算很齊 這裡都算很齊 不就是 多花工 有幾層 但是我看到有幾層 已經賣了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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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很多人 都不用自己拆 買回去 因為那些人幫你整好 是用你儲的 是呀,模型反而好賣,因為現在人們在家裡,這些就是復古版的 這是935日圓一盒,差不多是1000日圓,70元左右一盒 香港我不知道現在有多少錢,但是有些很大的,很大的盒子 真的很多 其實都沒有什麼減價的,現在價錢都是差不多 這些是比較貴的,3000日圓 如果他喜歡高達的朋友,這裡就真的很多了,你看到不同的時代的高達都有 從最初期到現在最新的那些都有 這裡全部都是賣GUNDAM 因為現在在日本也很HIT 我有一次介紹過在橫濱的GUNDAM 所以現在日本也很HIT 所以現在日本也很HIT 所以你看到我開的東西真的沒有人來都很慘 所以現在的店舖通常都開到 我想開到10點左右 現在那個小方都沒有客人 就說沒有客人 TOOL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 這個應該是很可怕的 做了食肆 人流真的少了很多 尤其是這裡 都是吃飯喝酒的地方 所以平時的話 就真的整條街都是人 真的迫滿了支持 所以現在跟香港我想差不多 因為香港現在反而可以退到10點 應該是可以開到10點 現在這裡8點就要關閉了 這間就夾娃娃了 你看到夾娃娃也是沒有人 都是空撩撩 你看到 真是很慘 香港可能現在多一些人 其實我剛才在火車站那裡都很多人 但是那些人都是 我想都是回家 打火車回家 那變了火車站那裡回去很多人 但是一出一條街這裡就真的很好笑 可以走去那裡看看 那裡就比較多些人 但是現在你看到那些人都是站在門口喝東西 哈哈 就是在機場買東西喝啊 反而在街上喝啊 反而在街上喝啊 因為店舖全部都關閉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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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沒有人 在這裡有間小肥羊康 我想香港都有啊 在這裡有間小肥羊 在這裡有間小肥羊 因為現在星期五都是沒有人的 那街上 因為那些人出來都不知道做什麼 因為那些什麼都關閉了 所以都是沒有什麼意思 反而這些玩意 反而這些玩呢 例如Pachinko Pachinko的那些就更多人了 因為Pachinko的那些就可以繼續開的 Pachinko這些就可以開了 不過都是開到10點 8左右 11點之前都要關閉了 很多東西吃的 居酒空這些 但是現在都關閉了 是啊 我自己啊 Pachinko 不過我就 不能進去拍了 因為不能進去拍了 Pachinko 但是這裡就 反而那些人就來這裡了 Pachinko 在這裡裡面應該是多少人 大閘都是開到22點40分 其實以前這些是開通宵的 差不多可以 是啊 現在都是沒有了 所以你想想 現在就算我現在是在新宿 這個叫最旺的地方 吃東西啊 喝這些地方 現在都變成了 所以 可想而知那間為什麼 那間遊戲機店 都要關門 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其實那些遊戲機中心 其實以前是晚上 是比更旺的 因為那些人通常晚上 出去吃完飯 沒有地方去 就去打遊戲啊 夾一下公仔啊 那些這樣 但是現在連 這些店舖都沒有開的話 就 就沒有了 日本人喜歡玩波子機 是啊 日本人是很喜歡玩的 因為其實是 等於好像有些賭錢的成分 因為表面上就好像 不是賭錢 就是實際上 其實有很多地方 都可以 可以用禮物來換錢 所以他們有很多是 表面上只是換禮物 實際上其實都可以換錢 所以變成那些人是當賭錢 所以有些人是可以玩通宵啊 從早上玩到買到特價當 真是當一個賺錢的地方 這本身都是一些傳媒酒吧來的 有這麼大的居酒屋 現在都浪費了 所以你說如果他再繼續 這樣繼續下去的話 都不知道有多少間店舖會閉 現在就是暫時都好像說 是到3月7號 這個緊急宣言 如果真的到3月7號 就是過了下個禮拜 就可以開回了 但是暫時都不知道 因為這段時間的疫情就好些了 日本已經 數字已經低了很多 但是 但是他們都還未確認 可以開回 暫時 我現在又回到這個遊戲機中心 我現在又回到這個遊戲機中心 這間都算挺大的 因為剛剛在那個十字路口 其實是好啊 那就是這間應該是到3月21號就關門了 所以就算快來關門的人都沒有人來 都幾慘 如果你說香港正常 就快來關門的地方應該都很多人來的 但是 但是這裡就真的沒有了 日本人是真的很受規矩 其實大部分都受規矩的 因為日本這裡 其實政府是 沒有法律規定 就是他們不會罰你錢的 但是叫你自律 所以有些店鋪 其實你開 他都不會罰你錢的 但是 只不過是 全部都是自律的 是的 因為日本的法例是 它不可以 因為 人權問題 它不可以 罰你錢 或者拉你坐牢 這樣不行的 那只不過是勸魚 全部 但是日本人通常都會 都會跟 那這些呢 就可以 開賣 進去坐就不行了 現在吃拉麵 吃梳法拉麵 那這裡今天寫就是 只可以開賣 營業時間 就是不可以在店裡面吃 你看看 在拉麵街都是真的很靜 哈哈 走得出來 一些大街 大街都是比較靜 所以現在大家都希望 去3月7日 就真的可以正常回 就是解封回 解封回 我想解封回 應該會有很多人出來 對 喝酒 吃飯 那些就會多了很多 我想問一問大家 還有沒有興趣 那個遊戲機中心呢 還有沒有什麼想看 因為剛才我已經 基本上已經走過了 這麼多層了 那裏面就真的一眼看了 每一場都 每一場都 那裏面就真的一眼看了 每一場都 對 對啊 連打機的人都沒有 我想拍一下人家打機 都沒有什麼 都很可憐 我一開始都以為 今天應該 在關門前 應該都會有很多人 誰知道 哼 有點失望 真的 這間店是賣錶的 哈哈哈 這間店是賣錶的 很好笑的 這間店全部都是賣錶的 這些店就可以開了 因為純粹賣東西的店 你就可以開到 起碼可以開到12點 應該11點12點 沒問題 待會全部賣錶 但是真的一個客人都沒有 所以你想想 其實開來都 真的沒什麼意思 Sakura 什麼意思 Sakura 你問Sakura Sakura什麼時候有 還是什麼呢 還有些人在這裡打機 有什麼東西 我想香港應該有的 這些公仔 但是公仔當然是不同的 我來看看 店名 我買錶的那間是店名 這間就是買錶的名字 叫做 Yotoba Kamela 不是叫做Sakura 現在不是叫做Sakura 不是叫Sakura 現在不是叫Sakura 不是叫Sakura 日本 多不多減租嗎 其實現在減租都沒有用 因為減租你 你就算減租 因為你無法開門 你減租都沒有生意 最主要是要開回市場 你的市場 你不開 基本上你不用錢租都做不到 因為都沒有客人 這些遊戲機都 你看到都是真的沒力 而且這裡很多這些 迷你的公仔機 很搞笑 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 很細小 很容易 夾那些公仔都很容易 這個也是Mario的公仔 香港也很多 有些地方都開的 你看到剛才那個街道 那裡也有些地方都開的 你看到剛才那個街道 那裡也有些地方都開的 你看到剛才那個街道 中間有些人是拉客 那拉客那些 那拉客那些 其實就是有些居酒 上樓的那些 是偷偷地開的 那他就不可以很 並正式開門 所以變成拉客上去 就是如果你有興趣 他就帶你上去 但是他就不可以正式開門 去到上面 那這間店是剛才賣Bill那間 因為都挺大的 它是一個電器店 來的 這間是電器店 那這邊就是賣電腦 電話的 那剛才那間就是賣Bill 最多人 便利店 對呀如果你沒有東西吃的話 就去便利店買東西吃 因為現在通常晚上 有很多都直接不開 所以外賣都沒有 所以變成你一定 要不就在便利店買 要不就叫YubaEat 這裡就很流行叫YubaEat 對呀 送大就比較貴一點 日本人不用什麼電話多 日本人現在都用iPhone 對呀 反而他們現在很喜歡用iPhone 尤其是年輕人 大部分都是用iPhone 對呀 對呀 你看到麥當勞 麥當勞 麥當勞都不可以坐在這裏吃 外賣就可能應該有的 但是坐在這裏吃就不行 本來這間24小時開 但是現在你看到上面都沒有人去 可能只有外賣 你看到又是這間 這裡有幾個建築都是這間店 全部是賣電器的 這間是賣相機的 所有的相機器材 所有的 所有的相機器材 所有的 所有的 所以日本有一樣好 就是基本上 你去這裏就可以找到 你想買什麼都有 這些店舖可以開 但是你看到 都是沒有人的 在這裏 真是很可憐 我也覺得很可憐 還有整個環境都很差 感覺上現在的氣氛 你看到這裏就是一個圖 就是這裏這麼多間不同的館 和一個集團 你看到 有相機啊 維修啊 修理也有 這裏不只是買的 因為日本人都很喜歡修理 那些東西 他們不會 對這些東西 用得好 去寧願修理 就不會買過 這裡全部都是修理的 什麼都有 修理的 這裏就是賣菲林的 我想現在人們拍照都不會用菲林的 但是這裏可以有菲林賣 還有一些藥水 你看到藥水是充菲林的藥水 現在都很流行他們用即應即器的相機 這裏都幾 他們都幾喜歡玩這個 還有這裏曬照片都不是很貴的 即應即油 即應即器的相機 都差不多走了整個圈 那就是 是的 今天我打算去介紹那間 即是遊戲機中心 因為就是山門 打算今天都應該幾多人 因為星期五晚 但是你看到剛才進去 都是沒有人的 但是也算是看了整間店 因為其實它有幾間的 在東京都 這一間就比較特色一點 因為整個建築 正常來說這一間是比較旺的 是的 但是 今天都沒有什麼人 是的 還有三月就應該 我想大家下次來應該都去不了 因為應該都關門了 那就 是的 走到這裡看看 因為都是 都是沒有人的 那是藥房 藥房 藥房就有開 藥房也還有開 藥房也還有開 收到其他地方 樓上的那些 吃東西或者飲酒的地方 是的 希望 都可以多一些人 因為 其實都很可憐 如果那些場子下去的話 如果這樣 真的開關 你們來日本的話 足以再開 很多地方便會這樣 失去 例如很有名的 吃東西或者什麼的地方 我想要結束了,因為真的頂不住了 希望3月7號真的可以開門 這裡走一走就是Sanzuku的火車站 這裡就是Sanzuku的火車站旁邊的 Department Store 現在是8點鐘要關門 所以這個Department Store 都關門了 正常都沒有那麼早關門 你看到現在很多Department 閃閃閃閃 那好吧,今天直播